我們現在就來看看最後怎麼樣發布 你如果已經做好了,也存檔好了 你看上面這個發布 它有幾種選擇 第一種發布到雲端 你把它發布到雲端上 第二種直接輸出成視訊 第三種變成GIP動畫 當然我是沒有很鼓勵各位做GIP動畫 因為畢竟如果你的動畫比較長 其實做成GIP動畫實際上是效果比較長 效果比較長 那我們先看看變成視訊 先變成視訊,你就要選下一步 好,選好之後 先從下面這裡要打開 首先它有告訴你你的影片長度是多長 也告訴你發布之後會變成什麼 這個MP4 當然你不一定要用它 因為格式有這麼多可以選擇 有這麼多可以選擇 那您留意一下你的影片的大小 這裡我們有介紹過720P 1080P對不對 這兩個都是付費的 那你看上面這576是什麼 我們好像沒有測驗到這一題對不對 因為它也不算非常標準的 但是呢,你往下看 你看 有沒有知道那個尺寸多大了 1024乘57 應該也還算可以吧 對不對 也還算夠大 就算蠻大的 那當然 因為呢 我們是用免費方案 所以會有一個小小浮水印 有一個浮水印 再來就是 下面這邊 要不要啟用運動模糊 各位應該知道一件事情吧 你們有沒有看過那個 舒克曼超人 他要救援的時候 然後就一陣風 一個個模糊過去嘛 那就運動模糊 這樣知道嗎 所以如果你的裡面的那個人物動作很快的 你可以把這個選項勾強 他就自動把你長成那個活的模糊像 OK 那麼右手邊這個 各位用到的機會應該比較少 所謂的生成透明通道 就是說你現在做好這個 我的背景是透明的 跟我們 早上再做那個 有沒有圖片 文字 變成圖片之後透明一時一樣 影片也可以做透明的 但是他目前只有支援 我都沒有記錯 只有支援MOV才有 這個MOV 也就是說你把這段影片當作一個素材 拿到別的影片去用 但是他要保留那個透明的程度 這樣有了解的 這個是像這樣 所以如果呢 你確定好了 你就直接把它發布 就看你要把它放在哪裡 假設我放在我的桌面上好了 不過不好意思 因為我的這個帳號發布 是不會有無嘴硬的 因為他有一段 就是他都會一段時間就 就有那個一個活動 什麼之類的 所以他 基本上 你看我的打開 真的沒有負水印 就是如果 有沒有發現我這邊沒有負水印 左上角 這樣OK嗎 所以如果你有看到他半夜活動 你也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參加一下活動之後 雖然我的尺寸沒有變大 但是不會有負水印 因為有的人覺得說有需要 對不對 就是不想花錢 但是我又 不需要看到他的負水印的時候 你可以像這樣 這是第一種發布方法 第二種發布方法呢 我們就發布到雲端 就一樣點這裡下一步 基本上都一樣 基本上都一樣 你看上面這裡 視訊配置 有沒有 這都一樣的 雲端的 關鍵字是給誰看的 給搜尋幾看 那我們在這邊呢 你就要選一下 你 視訊是屬於哪一個類別的 哪一個類別的 要不要公開顯示 要不要允許人家下載 你都可以勾起來 那當然如果你已經有存在上面 你可以給我替換 不過呢 要稍微留意一下 留意什麼 我們現在預設的 是不是都叫做新建工程 你如果用這個標題 你要發布出去 他會告訴你不行喔 他表示怎麼樣 你這個都沒有改過這樣不行 就那個標題名稱 不用新建工程 好像Office 我們一打開 不是要未命文件 未命文件二一樣嗎 對不對 所以至少你那個名稱要改 這樣有沒有清楚 如果好的 發布出去 他一樣給你一個網址 你就可以讓人家連到那個網址上去看 這樣有沒有問題 給各位試一下囉